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中国古人讲建国军民 教学为先 但是现在家庭教育缺失了 学校教育也是以知识技能为核心内容 做人的教育几乎看不到了 政府也没有把教育摆在最重要的位置 那么现在承担着教学任务的是谁呢 那就是网络电视 那么在去马来西亚 师傅上人参加了马来西亚的电视台的采访 那么在采访中呢 师傅上人就谈到 说孔老夫子去做鲁国的司寇 这个司寇啊 就相当于现在的警察局长 一个县里的警察局长 结果呢 没上任几天 就把邵正卯给杀了 为什么要杀邵正卯呢 就是因为邵正卯这个人 言伪而辩 他能言善道 你辩不过他 但是他所讲的都是有伪于大道的 这样的话呢 会扰乱民心 扰乱视听 把人心呢 都给迷惑了 那么对于这样的人 怎么办呢 辩也辩不过他 他有一套歪理论 就只好把他给杀掉 而师傅上人又说啊 现在的媒体电视网络 相当于一百个 一千个邵正卯都不止 孔老夫子来了 也束手无措 这个道理很深 那我们仔细想一想看啊 确实如此 现在的电视网络 打开来之后 宣扬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呢 给大家起什么样的引导呢 可以说就是吃喝玩乐 娇奢淫逸 杀盗淫妄 你看有很多的美食节目 告诉你啊 什么最好吃 还有很多酒的广告 我们看新闻联播呢 特别的感慨 在新闻联播前面的几分钟啊 是黄金时间 结果这几分钟的黄金时间的广告 几乎无一例外的 全都是酒的广告 我们看群书之药呢 汤王 有人 把这个酒啊 制造出来献给他 他尝了之后就说啊 以后肯定是有人因为饮酒 而亡国丧身的 对于这件事呢 特别的谨慎 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 却把酒的广告 放在了黄金时间来播送 还有玩 到处去旅游 哪个地方景点好啊 是吧 那么古代的人出去旅游啊 他也不仅仅是享乐 而是呢 增长自己的阅历 是向有道德 有学问的人去求教 那么现在的人呢 完全不是如此了 就是到哪里去休闲 乐 到处呢 宣传的是游乐的场所 怎么样追求刺激 追求享受 所以你打开电视之后呢 引导的就是啊 这些内容 你想不吃喝玩乐啊 都做不到 还有 娇奢盈意 很多电视节目呢 向西方学习 都是以竞争为手段 结果这个人赢了之后啊 就得意忘形 不可一世 也不会像古人说的 有那种谦让 谦虚的表现 奢 奢侈品 名牌 广告啊 是最多的 特别是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呢 很感慨 像这些画册里边呢 大部分都是名牌的奢侈品的广告 让你去买一个什么样的手包 什么样的手机 做一个什么样的 轿车 买什么样的别墅 都是引导人们奢侈 银 就是放纵 我们打开电视网路呢 如果这个电视剧 没有一个第三者插足 没有一个情人小蜜 再来一段床上戏 这一个电视剧啊 都演不下去了 义 就是安逸 不负责任 好吃懒做 据说现在 年轻人找工作的标准是啊 钱多 事少 离家近 位高权重 责任轻 在那呼风唤雨 都不用负责任 睡觉睡到自然醒 数钱数到手抽筋 横批是什么呢 横批是白日做梦 哪有天下掉馅饼的道理呢 所以古人呢 他们有一句俗话说啊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那么这些问题呢 都是社会的不良引导所导致的 那么这些问题呢 也只有靠人心解决 也都是因为教育啊 所导致的 那么再看杀盗人望 如果用四个字来概括 现在电视电影的内容的话 那就是啊 暴力色情 如果没有这些内容呢 这个电影啊 就没有什么看点 所以呢 这些电视网络 每一天都在教导人 以交涉淫义为荣 虽然我们提出了 以交涉淫义为耻的荣辱观 但是也没有在实际中 起到效果 那么这些呢 都是以邪说 乱正度 没有人倡导传统美德的教学 倡导五轮八德的规范 这个社会啊 人心就乱了 那么如果我们的网络电视 每一天都播送 伦理道德 因果圣贤的教育 那么相信不出三五年的时间 这个社会风气呢 就会焕然一新 古代的人 修身 教学 是无所不用其极 是想方设法的提醒自己 比如说汤王 在他洗脸的盘子上呢 有一句话 汤之盘名曰 苟日心 日日心 幼日心 每一天呢 一洗脸的时候 就提醒自己在德行上啊 要有所提升 要改过自新 在座右鸣上 就是他读书的坐子 右侧 也有一句提醒自己的真言 所以他所到之处 所看到的 全都是提起自己的 正知 正见 那我们现在是商业社会 我们发现呢 所到之处 全都是商业广告 是做广告啊 无所不用其极 那么这个完全就是 以邪说乱正度 不懂得以教学为先 而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先 这个社会怎么能不乱呢 因为谗言嫉妒而废弃了贤能之事 在战国策上啊 有一个三人成虎的故事 这个故事说的就是啊 这个道理 在魏国有一个大臣叫庞聪 他很受魏王的器重 有一次啊 魏国的一位世子要到赵国去做人质 魏王就派庞聪陪同他一起去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魏王对庞聪的能力啊 也非常的认可 对他也非常的信任 这个庞聪确实很有智慧 他知道啊 这个国君很容易受左右人的影响 如果左右的人进凤禅言 这个国君啊 久而久之 可能就失去了自己的信任 所以临行之前呢 他特别对魏王做了一个比喻 他就问魏王 说大王啊 如果有人对您讲 说大街上有一只老虎在逛 你会相信吗 魏王想都没想 哈哈一笑说 我当然不信 老虎招摇过世 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 庞聪接着问道 如果又有一个人 从街市上回来了告诉您 大街上有一只老虎 这回您信吗 魏王啊 犹豫了一下 说这就很难说了 要考虑一下才行 庞聪继续问 如果第三个人也这样说 你会信吗 魏王肯定地点了一下头说 如果三个人跑来都这样讲 那肯定是真的了 这时候啊 庞聪就说 街上怎么可能有老虎呢 街上没有老虎是事实 那些说有老虎的人 只是在互相传谣而已 可是大王您为什么会相信呢 就是因为说的人太多了 所以您才相信 而现在我和世子 要到赵国去做人质了 赵国远离魏国 比这离大街 不知道远多少倍 大王对我们在那里的情况 肯定 不清楚 而这个时候 如果进禅言的人 诽谤我们的人 又不止三个 可能啊 您就会怀疑我了 希望大王您够 您能够明察 魏王听了之后 就说啊 我明白了 我知道该怎么办 于是呢 庞聪就告辞而去 陪着世子啊 到赵国去做人质了 但是呢 他走了之后 很快 毁谤的声音 就传到了魏王那里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啊 这个世子 结束了人质的生活 回到了赵国 魏国的时候啊 这个庞聪 就再也见不到魏王了 说明什么呢 魏王已经 不再信任他 也不想任用他了 那么从这里可见呢 禅言的力量 是多么的可怕 即使魏王 提前已经受到提醒 做过预防 但是仍然敌不过 禅言的泛乱 这个禅言 不仅可以破坏 君臣之间的关系 听信禅言 父子关系 夫妻关系 兄弟关系 同样会受到 很大的影响 所以古人有一首 听禅诗 说明了禅言 对人际关系的危害 这个诗啊 这样写道 禅言 慎莫听 听之 祸央杰 君听 臣当诸 这个领导者 听了别人的 乌词 禅言 可能在 乌词的蒙蔽之下呢 把忠臣给杀害了 父听 子当绝 假如父亲听信了 禅言 父子关系啊 也会出现障碍 可能要和儿子 都决裂了 夫妻听之离 夫妻之间 听信了禅言 可能啊 要离婚了 兄弟听之别 兄弟之间 听信 谣言 禅言 这个兄弟之间呢 也就 分开了 朋友 听之书 骨肉 听之绝 朋友之间 听信了禅言 这个关系啊 就疏远了 本来两个人 关系很好的 结果呢 别人在朋友面前 说了 坏话 下一次再看到 这个朋友啊 就觉得怪怪的了 那么这些呢 都是提醒我们呢 要 有明智的判断 不要呢 妄信禅言 堂堂八尺区 莫听 三寸蛇 蛇上有龙泉 杀人 不见血 那么这个呢 就是告诉我们 谣言 止于智者 特别是做领导者的人呢 要知道啊 来说是非者 便是 是非人 因为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呢 真正希望我们幸福和谐的人 他绝对不会故意制造矛盾 影响人际的和谐 人要不听信禅言 臣子才能不受灾殃 父子夫妇才能够相保如初 那么听信禅言是一个结果 原因在哪里 魏王也知道不能听信禅言 但是他最终为什么还是听信了呢 原因就在于啊 禅不自来 因疑而来 禅言不是自己来的 而是因为我们自己内心 首先有了怀疑 才会感召而来 贱不自入 成细而入 离贱的话呀 也是成细而入 是因为人与人当中 有一些嫌隙误会了 离贱的话才容易进去 所以古圣先贤教导我们 反求诸己 问题不是那些离贱人的话 更重要的是 我们内心的疑心太重 还有啊 对身边的人 有惩戒 有嫌隙 这时候呢 才会让禅言进来 禅言 一般都是出于嫉妒之心 一般人之所以会因嫉妒 而禁禅言 也是因为不能够 深信因果所导致的 不明了嫉妒啊 会对自己带来严重的恶果 在《千善录》中呢 就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说宋大夫蒋元 有十个儿子 但是这十个儿子 都非常的不幸 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疾病 一个儿子是驼背 一个儿子是脖子 一个四肢萎缩 一个双足残肺 一个疯疯癫癫 一个痴呆 一个耳聋 一个眼瞎 一个哑巴 还有一个 不幸死在了狱中 看到他这样不幸的遭遇 功名子搞着问 您平时有什么样的心形 为什么得到如此的疾祸呢 蒋元还不太在意地说 我生平也没有做别的恶事 只是喜欢嫉妒别人 看到别人胜过自己 就记恨 看到别人谄媚自己 就心生欢喜 听到别人有善行 就怀疑 听到别人有恶行 就信以为真 看到别人有所得 就如同自己有所失 看到别人有所失 就如同自己有所得罢了 功名子搞听到这里 非常叹息地说 作为一个士大夫 如果有这样的心态 马上就会得灭门之灾 难道您还觉得无所谓 没有觉察到吗 您的恶报 恐怕还不止现在这个样子呢 蒋元听了之后 大惊失色 子搞又提醒他说 老天虽然高远 但是能看到世间发生的一切 如果您现在能够痛改前非 肯定能够转获为福 现在改正也不算迟啊 听了他的劝告 蒋元从此就提高警惕 静改平生之所为 不再那么忌贤度能了 过了几年 他的境遇就渐渐地好转了 所以《易经》上说 既善之家必有余庆 这个嫉妒心呢 让人心理失衡 甚至还导致怨恨 甚至因此还做出一些 诽谤 伤害他人的行为 那么这个心态啊 就是一种恶的表现 那么蒋元有了这种心理 这就是恶由心生啊 得到了应有的恶果 那么在他改过自新之后呢 也就转获为福了 那我们看了这十难呢 其实有一个体会 就是治国的道理 讲起来很简单 只要秉持修身为本 教学为先的原则 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原则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又是难上加难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说我们说修身 要从克服习气来做起 戒除贪嗔痴慢疑 这五个字啊 光一个贪字 就很难克服 贪财贪色贪明贪力之心 都没有 你这个戒贪呢 才做圆满了 要做到像孔老夫子所说的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这个动啊 就是动念头 连一个恶的 不符合理的念头 都不能够起 贪何容易呢 所以你看一个贪字呢 那都是十几年 二十几年的功夫啊 也可能不能完全克除 再说称 称会嫉妒 我们从小呢 在西方教育理念成长下呢 生活起来 生长起来 结果这个竞争的意识 非常的强 是见人之德 是见人之德 如己之师 见人之师 如己之德 这个心呢 好像像条件反射一样 自然而然 那么要克服称会啊 嫉妒啊 这个也是需要十几年 二十几年的时间 再看愚痴 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呢 就是情质特别重 有句话说 爱不重 不生缩婆啊 但是怎么样啊 情令治谜 利令治昏 一个人 情质很重了 就会昏头昏脑 理智啊 就提不起来了 做什么事啊 也打不起精神了 懈怠啊 放逸啊 懒散啊 沉迷啊 这不都是愚痴的表现吗 再看傲慢 群书之要文子中说啊 生而贵者骄 生而负者奢 故富贵不以明道自贱 而能为非者寡以 生来就又富又贵的人 他就特别的容易傲慢 那如果生在富贵之家 特别是作为君王 作为领导者 却不能够熟读圣贤经典 能够啊 常识熏修 结果呢 能不傲慢的 能不做错事的人 是很少很少的 所以你看这贪嗔痴慢疑 这几个字呢 要刻出一个都不容易 所以修身 要奠定好根基啊 确实不是一桩容易的事 那教学为先呢 就是要尊重圣贤之人 但是圣贤之人虽然有 如果遇不到明君 也很难被重用 所以在重用贤财方面呢 还要排除这十种难处 才能够使贤人 圣人受到重用 比如说孔老夫子 他是圣人 他在世的时候周游列国 就是希望自己的人爱学说 能够为哪一个国君所采用 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 为天下的人 做出一个良好的示范 让天下人都来学习 但是啊 却遭遇了重重困难 当孔子到达楚国的时候呢 这个楚昭王 本来都享用孔子了 为了表示自己对孔子的敬重啊 就想把居民 有居民的七百里的这个方圆的土地啊 封给孔子 但是这个时候呢 另引紫西就来敬禅言了 他怎么对楚昭王说的呢 他说大王啊 您看看您初始诸国的使者之中 有像孔子的弟子子贡 这样的人吗 楚昭王一想啊 没有 紫西又说啊 大王的相国之中 有像颜回这样的人吗 有谁的德行 能和颜回相比吗 楚昭王又说 没有 紫西说啊 大王的将帅之中 有像子鹿这样的人吗 楚昭王说 没有 紫西说啊 大王的各部长官 有像宰玉这样的人吗 楚昭王仍然说 没有 另引紫西就说了 说楚国的祖先 在周朝受封的时候啊 他的封号是紫南的爵位 封地仅有方圆五十里 现在孔子修制三王五帝 统治天下的道数 张明 周公 少公的得业 大王如果任用他 那么楚国 还能世世代代 保住泱泱 数千里的土地吗 周文王在封地 周武王在浩地 他们是在方圆百里的领地呀 是小国的国君 最后都能够称望天下 而现在 如果孔秋 占有七百里的土地 又有邪能的弟子来辅佐他 这恐怕不是辅国的福分了 意思是说呢 楚国啊 要有危险了 楚昭王听了之后呢 哎 犯糊涂了 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 于是呢 就放弃了给孔子 封地的想法 那么这呢 完全是以小人之心 夺圣人之福 圣人呢 他实际上 周游列国推广自己的人爱学说 并不是自己啊 想升官 想发财 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 解读孔子一样 是一个官迷 他是希望遇到一个明君 能够把自己人爱学书啊 推广于天下 让百姓 让百姓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社会得以和谐 天下得以治理 不要再打打杀杀了 不要再矛盾重重 战争不断了 是想啊 用一切方法 救民众于水身火热之中 这是圣人呢 他的初衷 但是呢 这些国君呢 臣子啊 往往以小人之心 自己狭隘的心理啊 去揣得圣人的心意 结果呢 这个圣人在世啊 也没有被重用 所以我们前面讲到了 不适之臣 要遇到不适之君 才能建立不适之功 这个卓越的臣子啊 要遇到卓越的英明的君主 才能够建立下不朽的公君啊 否则呢 即使是如圣人孔子 也难免被埋没 当然呢 孔老父子晚年呢 著书历说 从事于教学工作 在对后世的影响上啊 是历代圣王都没法比拟的 那么这呢 也给我们显示了教育的意义 下面说啊 识难不除 则贤臣不用 贤臣不用 则国非其国也 如果以上列举的识难不排除 贤臣就不能启用 贤臣不起用 国家就不称其为国家了 如果不能任用贤德之人 远离坚定之人 或者是任人出于个人的爱好 任人为亲 就必然招致国家的败往 昌言上啊 有一段话 他说得很好 说 王者所观者 非亲属 则宠幸也 所爱者 非美色 则巧宁也 以同意为善恶 以喜怒 为赏罚 取乎丽女 待乎万机 离民冤枉 类残贼 虽五方之诏 不失四时之礼 断玉之正 不为冬日之期 尸归 基于庙门之中 牺牲 群于利悲之间 逢相坐台上而不下 住使 扶檀旁而不去 由无异于败往也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这段话就是说 君主所任用的人 不是自己的亲属 就是自己所宠幸的人 没有认人为贤 而是认人为亲 认人出于自己的喜好 所爱的不是美女 就是谄媚巴结的人 以和自己的观点 相同与否 作为评判好人坏人的标准 根据自己的喜怒 来行赏行罚 自己一高兴了 就赏 自己一不高兴了 就罚 就迁怒于人 喜欢美女 就忽视了朝政 不理国家大事 离民被冤枉 被残害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虽然对待各方祭祀 非常恭敬 毫不违背 四十之礼 该祭祀的时候 就去祭祀 审判案件 都是严格的在 冬日行刑 古代行刑呢 都是按照春夏秋冬的时节啊 安排在冬日行刑 按照四十的规律 来处理国家大事 用于占卜的狮草和龟甲 堆积于庙门之中 你看他喜欢占卜 结果呢 用于占卜的狮草和龟甲呢 都成堆成堆的堆于庙门之中 用于祭祀的纯色牲畜 都成群成对的 祭在数十之上 占星的人 坐在占星台上不下来 住室跪在祭坛旁不离去 纵使做到了所有这些 也无异于挽救他的败亡 这段话呢 给我们的这个 教育意义很深刻 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 任人为贤 贤德之人呢 能够教导百姓 孝涕忠信 礼义廉耻的道理 真正把人心转变了 这个社会啊 这个国家呢 才能够治理好 相反呢 只是迷于形式 即使去 搞这些呢 占卜啊 祭祀啊 等等 占星啊 这些仪式 但是人心转换不了 那也无异于败亡 说明这些仪式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些仪式的目的 从根本上还是要改变人心 而不是为了仪式而仪式 所以要从根本上寻找国家治乱安危的原因 国家治乱的安危啊 不在于你找人来算一挂 就可以避免不好的事情发生 即使算挂的人能够推断出灾祸 但是要避免 仍然是要改变人心 积德行善 积德行善 才能够使整个社会风气转好 人人都做有报德的事 当然呢 上行下效 在上的人要率先垂范 任用贤德之人 用自己的所作所为 给百姓做一个表率 这一点呢 是尤其重要的 关于认人 尊贤的重要性啊 在说院上啊 也有一段阐述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 而垂荣明者 必尊贤而下世 君主要想平治天下 使自己的名 名声不朽 必须要任用贤德的人 礼敬读书人 是大福 所以义经 义卦上说 自上下下 其道大光 身处上位 而能够以礼敬的态度 对待在下位的人 他的前途一片光明 义经屯卦又说 以贵下贱 大得民 虽然身处高位 但能够千功地尊敬 地位卑微的人 一定能够大得民心 福明王之师德 而下下 将怀远而至尽也 如果明智的君主 能够不失恩德 并且以千功的态度 对待地位卑微的人 就能够使远方的人 得以安抚 使近处的人 得以亲父 如果朝中没有贤德的人 就像什么呢 就像红狐 没有翅膀一样 虽然想奥翔千里 但最终也不能够达到 那么如何才能够达到 预期的目的呢 是故绝江海者 托于船 至远道者 托于圣 至霸王者 托于贤 如果你想横渡江海 就要依托于舟船 你要想走很远的路 就要依赖于马车 你想称霸天下 兴起王业 就必须依托贤德的人 非其人而欲有功 若下至之日 而欲夜之长也 赦于止天 而欲发之荡也 这个比喻呢 很形象 如果你所任用的 不是合宜的人 而想成就工业 那就像什么呢 就像啊 是在夏至那一天 还期望夜晚 更长一样 夏至这一天的夜 是最短的 如果你所任用的 不是合适的人才 还想成就工业呢 就如同是在夏至当天 还期望夜晚更长 向天射箭 以求能射到鱼一样 这是不可能的了 虽顺雨 游亦困 而又旷乎 俗主在 这样的事情 对于鱼顺 大雨这样的人 都是很困难的 他们都会陷于困境 更何况是一般的君主呢 那么这就是说呢 要成就霸业 要把国家治理好 必须依托 贤明的人 那么依托贤明的人 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在原子证书上说啊 服处天下之大道 而治不穷 兴天下之大业 而律不洁 统其群言之类 而口不牢 兼听古今之辩 而治不倦者 其为用贤乎 你想安处天下大道 你的智慧啊 无穷无尽 兴办天下的大业 思虑不会枯竭 能够统一百家之言 而不费口舌 兼听古今言论 而心智不感到疲倦 靠什么来达到的呢 只有靠任用贤德的人 才能办得到 那么这呢 就说明 任用贤德之人 能够使君主不费劳苦 自身安逸 而国家天下 还能得到治理 这就是任贤的功效 那我们再看 第四十三条 文王问太公曰 君勿举贤 而不获其功 事乱欲慎 以致威王者 何也 太公曰 举贤而不用 是有举贤之名也 是有举贤之名也 无得贤之实也 文王曰 其师安在 太公曰 其师在 好用世俗之所欲 不得其真贤 这一段话呢 这一段话呢 出自群书之药卷 三十一 六套 那么周文王啊 问江太公 说国君致力于 举荐贤 而没有收到功效 社会混乱 越加严重 以至于国家 威王 这是什么原因呢 太公说 选出贤财 而没有加以重用 这是有举贤的虚名 而没有用贤的实质 文王说 那错在哪呢 太公说 错误在于 国君喜好重用 世俗所称裕的人 而没有用到 真正的贤财 那么接着呢 文王又问 文王曰 好用世俗之所欲者 何也 太公曰 好听世俗之所欲者 或以非贤为贤 或以非智为智 或以非忠为忠 或以非信为信 那文王就接着问呢 说喜欢用世俗所称裕的人 有什么不可以呢 太公回答说 相信世俗赞誉的人 很可能会把 并非贤能的人 当作贤能的人 把没有才智的人 当作有才智的人 把不忠的人 当作忠臣 也可能把不诚信的人 当作诚信的人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情况呢 太公啊 接着分析 君以世俗之所欲者 为贤制 以世俗之所回者 为不孝 则多党者进 少党者退 是以群邪 避舟而避嫌 忠臣死于无罪 邪臣以虚欲 取其爵位 是以事乱欲慎 故其国不免于威亡 这段话呢 好像说的 恰恰是民主政治的弊端 因为民主制呢 都是取决于多数人的意愿 那这就是以世俗之所称欲的人 为贤德的 有智慧的人 把世俗大众所毁谤的人 称为不贤德的人 结果呢 党羽很多的人 就被举荐成为领导者 不愿意结党营私的人 反而被罢退了 那些写取不正的人 因为结党营私 把真正贤德的人 给蒙蔽了 忠臣无罪 而被处死 写取不正的臣子 以虚有的声誉 获得了领导的位置 这样呢 这个世间的乱象 就会越来越严重 最后国家 也就免不了威亡 那么在燕子上呢 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就给我们同样的启发 燕子啊 起初呢 是奉命到阿城 去当地方官 结果他治理了三年之后 各种毁谤的声音 就传到了齐景公的耳里 齐景公听了之后啊 非常的不满意 就把燕子召回来 要罢免他 这个燕子啊 非常有智慧 他怎么说呢 他说君主啊 我知道自己错了 请再给我三年时间 让我重新回去治理恶意 一定会让赞誉之声 传到您的耳朵里 于是呢 他回去又开始治理恶意 果然三年之后 赞叹的声音不绝于耳 齐景公很高兴 要给燕子封赏 这个时候啊 燕子啊 推辞不受 齐景公很奇怪啊 他就问 你治理有功 这个封赏应该接受 但是你为什么要推辞呢 燕子说 三年之前 我刚刚到阿城的时候 我非常注意修理小路 注意家家户户的防卫 使得那些携取不正的人 不得其变 比如说他想去人家家里偷东西 因为注重了这些门户的防卫 这些人就不能够得其变 所以这些人就很厌恶我 我又提倡节俭 兴起了孝涕的教育 告诉人要孝敬父母 尊重兄长 而且还惩罚那些苟且偷懒之人 懒惰的人就不高兴 就厌恶我 在判断诉讼的时候 我不对那些有权有势的人 有所偏向 这些权贵豪强之人 就厌恶我 这是对外 对内呢 对我身边的人 他们有什么要求 合法的我就同意 不合法的我就拒绝 我身边的人也厌恶我 对这些权贵之人 到这个地方来考察 我是严格的按照礼仪的规定 来接待他们 没有给他们过分的招待 这些权贵之人 也厌恶我 有三种邪宁之人 毁谤于外 有两种禅取不正的人 毁谤于内 所以不到三年 毁谤之声就被您听到了 当我重新回去 治理恶意的时候 我改变了做法 不再要求人们修整小路 也不加强家家户户的防卫 邪恶之人便高兴 不再提倡节俭 对那些懒惰之人 也不给予惩罚了 也不教导他们孝敬父母 又爱兄弟了 那么懒惰苟且的人 也就高兴了 断案的时候 偏向那些富有的 有权势的人 这些豪强有权势的 有财富的人 也就高兴了 对我周边的人 他们要什么 我就满足他们什么 也不管是不是符合于法律 身边的人也就高兴了 那些权贵来访的时候 我招待他们 大大的超过了礼仪的规定 给他们很高的待遇 结果这些权贵之人 也就高兴了 因此不出三年 赞誉之声 就跑到您的耳朵里了 其实 三年之前 我所做的事 是应该给予奖赏的 而三年之后 我所做的事 是应该给予惩罚的 但是您 现在却要给予我奖赏 所以这个奖赏 我不应该接受 不能接受 习警公听到这里啊 身有所悟 于是他提拔了燕子 委任燕子啊 来主持国政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 世俗人所赞誉的人 不一定就是贤德之人 世俗人所毁谤的人 也不一定是不贤德之人 所以孔老夫子说啊 众物之 必查烟 众号之 必查烟 如果大家喜欢他 你要去考察 他是不是有真财实德 是不是大家都和他是同党 他被提拔了 他的这些同党 也同样得到好处 所以大家才称探他 如果大家都说他不好 甚至厌恶他 那也很可能是这个人 他不愿意同流合污 别人都贪污受贿 他自己很清高 特立独行 不愿意和他们结党营私 所以民主制啊 民主选举 要想取得良好的成效 也是有条件 有前提的 那就是要以公民一定的理性能力 和道德素质为前提 如果公民的好恶之心 自私自信 自私自利的心都很严重 或者没有足够的远见 看得不够长远 都不可能选出 德才兼备的领导者 那么这也告诉我们呢 无论是哪种政治制度 人的道德素质和理智 都是使制度得以良好的实行 发挥效用的根本所在 所以古人呢 重视读圣贤书 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读书 明理 他就有一定的明辨是非善恶 美丑的能力 这样呢 于他个人而言 行为不会有大的偏颇 也知道要选择怎样的领导者 才真正有利于国家和人民 所以我们读群书制药呢 我们发现啊 群书制药里啊 并没有很多具体的 治国的方术 他都是在讲道理 这个道理你明白了 你自然知道应该怎么去做 那我们再看四十四条 为人君而武其臣者 智者不为谋 辩者不为始 勇者不为斗 智者不为谋 则社稷威 辩者不为始 则始不通 勇者不为斗 则边境亲 这一句话呢 出自于群书制药 卷四十二新婿 这一句话呢 是有一个故事 我们先看一下 他的背景 说赵检子啊 走上一条崎岖的 扬长山路 群臣都下车 光着一只膀子 帮他推车 只有虎惠不帮忙 自己扛着脊 还唱着歌 也不去推车 赵检子一看呢 就很不高兴了 他就说 群臣都来帮助推车 而虎惠你 单单地扛着一只脊 还唱着歌 你身为人臣 而侮辱了君主 该当何罪呢 虎惠回答说 作为人臣的 侮辱了他的君主 他的罪过是死而又死 赵检子就问 什么叫死而又死啊 虎惠说 首先 罪臣自己被处死 然后他的妻子和儿女 也受到牵连 也被处死 这叫死而又死 赵检子一听啊 觉得很高兴 你看这个臣子 侮辱了君主啊 得的罪过很严重 结果虎惠接着说了 他说君主 你已经听到了 臣子侮辱君主的下场了 你还想听一听 做人君的 侮辱臣子的结果吗 赵检子说 那是什么结果呢 虎惠啊 就说了这段话 他说做君主的 侮辱他的臣子 有智慧的人 就不会为他出谋划策 能言善辩的人 就不会为他 出使其他的国家 勇敢善战的人 也不会为他去作战 有智慧的人 不为他出谋划策 国家就危险了 能言善辩的人 不为他出使 那就不能够和别的国家交好 外交关系搞不好 勇敢的人 不为他去作战 边境就会受到侵犯 赵检子一听啊 觉得非常有道理 于是呢 就拜虎惠为上课 对他非常的敬重 所以啊 赵检子之所以还 有一些成就啊 那也不是偶然的 那与他对待贤士的态度 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讲的四十四条 下面我们看四十五条 国之所以智者 君明也 其所以乱者 君暗也 君之所以明者 兼听也 其所以暗者 偏信也 事故人均 通必兼听 则圣日广以 庸说偏信 则 于日甚矣 这句话是说呢 国家之所以能治理的好 是因为君主英明 而国家之所以败乱 是因为君主昏庸 君主之所以英明 是因为他能广泛的听取 各方面的意见 君主之所以昏庸 是因为偏听偏信 所以君主内心通达 广听兼纳 圣德就会日渐扩大 偏信坚硬之言 昏庸愚昧 就会与日俱增 那么这句话呢 也是为我们点出了 为政治道非常重要的态度 那就是 兼拼则明 偏拼刃暗 国家能治理好 是一个结果 根源就在于国君英明 国家之所以败乱 也是因为君暗 也就是君主昏庸 那君主在哪里表现出他的英明呢 君之所以明者 是因为他兼听 就是能够广泛的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能够客观的了解各种情况 这样呢就不至于啊 雾下判断 而君主的昏庸 最主要的就是偏信 偏听偏信 是故人君通必兼听 这个必啊 也就是心字 君主的圣心通达 就是因为他能广听兼纳 这样呢 他的德行也日益提升扩大 那么这样呢 可以做到得日进过日少 雍说偏信 就是偏听偏信 坚定之言 一面之词 这样呢 他的昏庸愚昧 就越加严重了 那我们今天呢 时间到了 我们先学习到此地 不足之处啊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